其实罗杰斯的双重代表权方案 早在1971年的三月前就提出来了 但是尼克松却表示 要到七月中旬才能批复 现在真相大白 罗杰斯方才恍然大悟 原来尼克松是在等 他在等基辛格访华归来 也在等待中国的态度 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小动作 不仅瞒过了副总统 也绕过了罗杰斯 绕过了国务院 这一切看似出人意料 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早在1969年 尼克松入住白宫后不仅 就获洁西方改善对王位 因为此时的美国已经深陷越战敌毯 国内经济衰退 反战运动高涨 在美苏争霸当中逐渐丧失了领先的优势 于是改善中美关系 实现军事外交 就成为了尼克松政府的现实需要 而这个时候 美国的社会舆论也渐渐地转了风向 联合国应该代表全世界 中国是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 世界的人口 1950年 我觉得联合国犯了很大的错误 是美国政府的资源 不允许新的革命的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 我觉得这个对于使者和平不行 在联合国的头十年里 联合国大会经常上演这样的场面 克鲁晓夫不仅批判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 同时也批判斯大林 以及批判中国的内政外交 称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 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大锅喝清汤 中俗关系在50年代末 60年代初迅速恶化 苏联背信弃义 撤走所有原华专家 全面终止合作 与此同时 中国也开始了对苏联的批判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事件 苏联在两国边境沉冰百万 气愤剑拔弩张 1969年7月11日 陈毅 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真四位老帅 向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 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那么老帅对这一个阶段的 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 整个国际力量的对比 提出了直接战略性的看法 就是中枢矛盾 高于中美矛盾 苏联威胁高于美国威胁 苏联霸权成了世界的 在世界不安的 影响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之下 建议我们的外交方程 做一定的调整 中美合作 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 服务于中国的安全利益 1971年4月 当美国乒乓球队 出乎意料地被邀请访问了北京时 美国生活杂志抓住时机 发表了中国的老朋友 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一篇文章 斯诺在文章中 透露了毛泽东曾告诉过他的话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 我愿意和他谈 谈得诚也行 谈不诚也行 正当尼克松 为斯诺传递的这一消息 振奋不已的时候 国务卿罗基斯 却在电视上表示 毛泽东邀请尼克松 不过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 不是当真的邀请 尼克松的心里叫口不离 只好自己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 表示有可能访问中国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 博士论文的战略评论 联华自书 就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 杰出的一个弱势 赞助尼克松下怀 尼克松很想做点伟大的事情 那就是 同一个正在交战的中国 在越南战场上 进行战略合作来抗输 就是尼克松在历史上 伟大的一个大外交大战略 这种东西 罗基斯想不出来的 你要有一个创造力的外交官 那基辛格 所以基辛格 应运而生 满足了尼克松 这样一个总指挥的需要 那么尼克松感觉到 罗基斯不是这种